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AC長度15 BD長度3 以致CD兩點均在直線L上 這直線L 直線L3 且CD等於15 這個長度是15 若P為L上的一點 P是L上的一點 那麼他問 PA加PV 就你隨便取一點 PA加上PV 最短是多少 首先我們看 我現在 把這個V點 對於這個鋼鏡子 以L L這條線當對稱走 把它對稱過來的話 得到這一點我叫做B' B' 然後我現在連接 這個 A B' 那這個呢 就是我要的啦 這一點P就是我要的 這個我叫 P' 為什麼這個是我要的呢 因為 首先啦 這個 PV會等於 PV' 為什麼 因為這兩個三角形是全等的 因為我說 以這個當鏡子嘛 對稱過來嘛 所以這也是3 這兩個三角形會全等 所以這一段會等於這一段 所以這一段加這一段 就等於這一段加這一段 那這是直線嘛 如果你找其他點的話 會有什麼情況呢 比如說你找P' 你找其他點的話 這個AP'加 P'就等到 就等了AP'加上P'B' 為什麼 因為這是直角 這兩個一樣 這兩個三角形也是全等 這一段加這一段的話 比這一段長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個 三角形嘛 三角形 兩邊之合 必定大於第三邊嘛 所以這邊長度呢 最短 那這邊長度實際上就是 這一段加這一段 好 那所以最短多少 最短就是 A AB' B' 好這AB'等多少 我就把這三 把它移過來 移到這邊來 那移到這邊來以後的話 就變成這樣子 這三移過來 那這是8 這長度就是8 這長度是8 那這長度15嘛 所以這個多少 這個是等於 根號多少呢 8的 5加3嘛 8的平方加上15的平方 這應該是多少 應該是 17的樣子 15平方是225嘛 加上8 864 289 289是等於17乘以17 你把他乘乘以後 你把它乘乘看 749 11嘛 71 高289 所以根號多少呢 17的平方 所以這等於17 所以最短距離 是等於17 所以答案應該選 應該是17 答案是17 225 4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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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 826 826 826 926